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去探险 然后我们准备了有两个火把 这是我要请的当地的一位向导 今天我们是要去哪里 我们去一个洞穴 神秘的洞穴 那个洞穴 听说很深的 比较有点恐怖 所以我们今天能多一点 其实这个向导就是我表弟而已 他就是当地人称三鸡鸽 没错 就是我 好吧 我们现在要从这里爬上去 好 走吧 这个地方有点走啊 慢一点 小心头啊 从这里爬上去之后 上面那里就有路了 这里有一个洞穴 不知道下面 有没有什么东西 大家看一下里面 我们在路边发现好多的野生的木耳 旁边已经快到了 发现洞穴就在上面一点点 这里我发现这里也有个洞穴 但这个洞穴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要小心啊 这个 刚才下了一点雨 有点滑 这都是黄穴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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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洞穴的路口 大家可以看 那个洞穴的路口比较窄 那我现在准备点火进去了 这是我们家里带来的柴油 这里很窄啊 这里面宽不宽 里面还可以啊 我下去了 这要一个人滑下去的 要小心点这边 这边不好下去 我要爬下去 下面接一下摄像机 下面接一下摄像机 来 哇 这个地方很窄啊 这里面 哇 这里很低 直不起样啊 在下面 看见水里头有鱼吗 我这里发现了一个小水桃 好 我们现在继续往洞穴伸柱走 听说这个洞穴以前很多蝙蝠的 现在就很多蝙蝠 没错 但现在我们来好像没看到的表 有一只往下 有吗 这里 可能能下个几十米到一百米这样 我们继续来慢慢的往下走 又发现了一只小表 哦 那里有这小表 我们现在已经下了有大约五十米了 上面都看不到了 下面有点缺氧 这个火把盐渐渐的要熄灭了 你看这个洞穴还在一直延伸 反正下去很远了 这个洞穴应该是以前 以前那个水流啊 这里流下去 然后一直冲冲洗 就形成这样一个洞穴 这个洞穴不知道一直延伸有下去多样 我们在这个洞的深处这里发现好多这种 是 应该是动物的词 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这下面还能下去很远 但是我们的火把快灭了 而且下面不能好走 我们就不往下走了吧 这下面有点缺氧 火把快灭了 我们不敢再往下面走 我们要回去了 看就是这样爬得进来的 我们要回去了 哎呀